最勇敢第一夫人向世界呼救 俄羅斯軍隊正在殺害烏克蘭兒童 呼籲不約關閉領胸 一張張烏克蘭兒童的念孔 在遍地炮火燒煙中消逝 由18個月底的男嬰 到14歲的男孩 都在俄烏戰爭中無辜喪生 俄羅斯和烏克蘭今天結束第三輪談判 俄方說今天會再次開啟人道主義走廊 而就在兩天前 被譽為最勇敢第一夫人的烏克蘭總統 扎蓮斯基妻子歐林娜 就在她的IG和Facebook上貼出 不同喪生戰火中的兒童相片 痛稱俄軍 雖然聲稱他們沒有殺害平民 但絕對是個謊言 希望世界所有媒體都要說出絕望的真相 而她的男嬰 在炮火中受重傷 被父母急忙送到醫院 最終不止 來自阿克特爾卡市的Alisa 八歲都未夠 就和她的祖父死在炮火之中 六歲的Sophia 和家人一起在車上被射殺 來自基父的Polina 和家人死在首都街頭的炮火之中 炮彈碎片打中頭的十四歲少年 Asanith 在缺乏救援中流血致死 歐南娜指控 俄羅斯軍隊正在有意識地殺害平民 至少三十八個烏克蘭兒童喪生 而死亡的數字持續增加中 歐南娜絕望呼喚 當俄羅斯人說他們的軍隊沒有傷害平民的時候 他們看下這些相片 最後 他hashtag NATO close the sky 呼籲不約的成員國關閉烏克蘭領空 阻止俄軍繼續軍炸烏克蘭 俄烏戰爭來到第十二日 根據外媒綜合報道 俄羅斯軍隊已經全面進戰烏克蘭國境 逼近首都幾乎外圍 聯合國難民處統計 由2月24日到3月5日 逃避戰火的烏克蘭難民 已超過150萬人